甚至另外两个竟然吃口粉 所有的罪行可以获得减刑 我真的不了解 2021年11月 送信南大生因为行车纠纷 被三名扼煞打到重伤 出现张顿亮等人在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 27号二审判决出炉 张顿亮因涉及杀人未遂强制罪 维持一审原判9年有期徒刑 但两名共犯李伟玲 陈靖豪 则由一审的4年8个月改判为3年 之前的前一个月在讲和解的时候 他爸爸就已经有提到说 他们有拍到一些影片 可以证明说什么 我儿子可以自由的行走 然后要求我以700来做和解 不然的话就免谈了 以每年大概50万的方法来做支付 宋妈妈表示在开庭期间 张顿亮的委任律师曾申请勘验影片 其中居然包含送信南大生 和朋友出门的影像 向借此证明南大生恢复良好 请求清判 是在私底下有请人跟拍 但是他们竟然是跟法官说 这些影片是不明人事来提供的 已经非常非常少在出门了 他们竟然还可以掌握他的心中 这个真的是让我不寒而栗 宋妈妈说儿子因为头部受伤 至今视力人有问题 看超过了个10分钟 他可能眼睛就开始不耐受 他就开始出现电影 李伟玲跟陈靖豪 根据券里面的证据资料 没有办法证明 他们两个人的伤害行为 对这个被害人造成重伤害的部分 有因果关系 所以这一部分才改判 儿审法官维持对主前张顿亮 9年的判刑 但全案人可上诉 宋妈妈强调如果对方再提上诉 他也会奉陪到底 替儿子讨回公道 下一次由王子宇草任章台中报道